就是能够唤起你心中满满的一份爱 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人事物 容易唤起你心中满满的那个爱 好,我再回答 可能是一个挨墨的人 可能是一个刚开始被宣判 罹患了不自知症的人 可能是一个生命突然遭遇重大打击的人 各位,这时候这个人很想告诉他身边的人 其实我有多爱你们 他很想告诉身边的人 其实我有多在乎你们 可是也许他从来没有直接表达过爱 比如说丽文举手 丽文是后面那位可爱又帅气的男孩 虽然很不幸的小时候他曾经因为一些状况 感染或是脑部的一个感染发烧 导致了所谓的医学上讲的发展磁缓 他的全家人其实都很爱他 甚至爸爸很爱他 这个爱也许包含着自责 甚至爸爸跟哥哥 早上妈妈有提到 因为丽文可能是没有自我谋生能力的 爸爸帮他保了血 为他的未来一辈子做了规划 因为爸爸不可能活得给他久 是啊 可是丽文最近被诊断膀胱癌 爸爸就坚持要他去动手术 但是丽文跟他其他的家人不愿意 因为哥哥的立场是 丽文一辈子已经受到身心障碍的折磨了 如果今天再把膀胱拿掉 哥哥觉得生活品质的降低 自我尊严的一个受损 可能会导致丽文的崩溃 甚至是内心承受更多人世间的苦难 可是爸爸坚持他必须去做手术 做膀胱切除 做人工的膀胱 于是家里开始冲突 两派开始对立 各位 我问大家 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爱他 可是这个该死的爸爸 有没有从头到尾告诉丽文 爸爸好爱你 有没有带着情感 告诉他 从你生下来 从你发展迟缓 爸爸好心痛 爸爸好质责 看着这样的一个儿子 没有办法自我谋生 看着这样的儿子 因为发展迟缓 遭受别人的一样的眼光 无法跟一般正常人一样 娶妻生子 爸爸觉得有多伤心 多难过 所以爸爸 竭尽全力的 想为儿子安排他的下半身的安稳 爸爸跟儿子说过这句话没有 也许从来没有过 爸爸应该跟儿子说 你罹患了膀胱癌 爸爸真的尊重你的意见 可是我真的希望 你多陪我几年 各位 我告诉大家 尤其是东方人 都是被逼到最后 终于表达了心中的那份情感跟爱 我们都是被逼到了最后 各位 我甚至这样讲 有时候不是你自己将死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或其言也爱 不是 有时候是你在屋的人快死了 你才真的愿意 告诉他 你爱他 愿意为爱而让步 否则你们平常都是理性在冲突 大家都在讲道理 明白吗 各位 有时候不是你 是你的家人 他用死来逼你 表达心中的那份爱 像安娜同学也是 从头到尾他要的是什么 他先生的爱 各位 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每天的daily life 我们是如何容易回到理性 有没有 我们是如何容易回到为了生存 为了生活 我们是多么容易回到讲道理 我们多么容易回到 看起来都没事 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的生活 稳定的生活当中 各位 我们是多么容易回到那样的 惯性里面 可是 各位 容许我这样讲 我们心中有一个 充满情感的自己 他必须 实时 有表达的机会 否则不是你自己而已 各位 是你身边的人 是啊 我开玩笑这样讲 你们多少人是在爸爸妈妈 死掉往生之后 你才扶着棺材 你才抱着骨灰坛 告诉他你有多爱他 可是人活着的时候 你们可能每天吵架 各位听懂吗 人活着的时候 你一句屁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 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很好玩 台湾人也好 华人也好 都是世家里数量 思念总在往生后 都是世家后 这来说我爱你 各位听懂了没有 华人也好 台湾人也好 思念总在往生后 都是在往生之后 你扶着排位 抱着这个骨灰坛 你开始大声的说 我好爱你 各位明白吗 平常我们真的 不习惯表达 不习惯表达 各位 因为我们平常都被我们的理性占据了 就是你就是要跟他吵 跟他闹 跟他争 争到面红耳赐 争到 连乌瓦都要掀起来了 谁都不可能让步 是啊 好 像立文的爸爸 很简单 这两派的对立 都是因为爱他 可是却从来没有 去承认心中的那一份爱 所以各位 好 我要跟大家讲 第一个 你有没有常常回来感觉到 你心中满满的那一份爱 第二个 我要再讲一个经验 你有没有一种经验 你因为心中的那份爱 而最后你让步了 你让步了 比如说我们讲夜影 来 举手 这位 可爱的 赛斯49女孩 48 AKB是48 赛斯是49 我们比人家多一 对不对 你这样有搞错了没有 AKB是多少 48 赛斯是多少 49 这位赛斯49女孩 爸爸从事这个律师的工作 对不对 他从小有一个矛盾 是否要符合 父亲的期待 去当一个律师 或当一个医生 或去做一个 有头有脸的 一个行业 各位 可是 刚刚大家知道了 夜影内心最想要 做的是什么 AKB 48 女演员 女演员 对 他想当女演员 想当女歌手 对不对 女演员 女演员 想奏 荧光幕跟替人 想要推广赛斯 想要推广赛斯 是后来加上去的 最好事 最好事 好 可是各位 那请问 他内心会不会觉得 对不起爸爸 会 他内心会不会觉得 让爸爸失望了 可是 如果他因为这样子 痛苦的 快要死掉了 痛苦的告诉爸爸 我活不下去了 请问 爸爸会不会让步 会不会 各位 好 我再告诉大家 在我们省 真的常常进行很多 人生悲欢离合的 这个 戏剧 比如说 有一个儿子 也许是一个 男童性恋 可是从来不敢让父母知道 他怕让父母 先对他失望 因为爸爸可能是独生子 这个儿子 也是家里 唯一的儿子 独生子 结果 各位 这个儿子 后来 他是一个男童子 这也就算了 当他是个男童子的时候 他同时染上了艾滋病 家里唯一的独生儿子 后来 当在诊间 爸爸妈妈进来了 因为他希望 徐医师在场 让爸爸妈妈知道这件事 各位 当父母亲 第一次知道他的儿子 是男童性恋 各位 打击大不大 独生子 不能结婚 生小孩了 不能继承 家业了 各位 这时候父母亲 等会 觉得想打死他 觉得很丢脸 我怎么跟亲戚交代 我怎么去 清明节祭祖 告诉 王家列祖列宗 王家列祖列宗啊 咱们家 王家一脉单船 现在生了一个 同性恋 这个小孩 又没有办法 船中接待 我来跟王家列祖列宗 交代一下 王家列祖列宗 会不会从棺材跳出来 有听懂了吗 你怎么面对 列祖列宗 有一辆游览车开进来 我们是不是有 一辆游览车要来上课 好